爱的选择本期精彩内容抢新看 旗袍美女来相亲 让密室男嘉宾一见清新 我的天啊 这个找回去 话说回来这白的也忒时髦了 大清零了 这个叫我上台 男嘉宾欢快上台 对女士夸赞连连 我看夏天他露觉就知道 看我以后了 我走我就不露了 在你新闻当中他算一个挺完美的女士吗 当然了 见过的女伴漂亮的女人多得去了 但是哪个都比不上他 女强人长期过不上家 男士是否能够接纳他 我每天都干了下半夜 别干了 那边歇着还干什么 这个东西是多 活忙的时候有时候也一休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本期爱的选择 爱的选择 当你来选择 电视期前的关注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呢 就是一心为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青男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爱情是生活的升华 是人生的绝顶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年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文文 大家好 爱情里最不能缺少的那部分 就是责任感和安全感 我依然是你绞尽脑中 为你出生美好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欢迎密室里边的五位男嘉宾 欢迎张月好 一号男嘉宾你好 我想找一位心灵相通的女性为爸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庆元 欢迎二号男嘉宾 我是一个老是厚道的人 我来自沈阳 要懂得熬 三号男嘉宾你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本城 爱好文艺 欢迎四号男嘉宾 我是身体健康的 会武术的陆战山 掌声欢迎五号男嘉宾 我特别疼老婆的人 我来自沈阳的李德林 如果在你的家中 有一位极美貌身材事业 余生的女士的话 你会怎么跟她相处呢 接下来呢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女嘉宾 就是这样的一位美女 接下来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好像这段话说完之后 很不匹配她这样的照片 好像和其他的女士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人呢 就是感觉 看起来挺职业的 年轻的时候都没有激情过 到晚年的时候 她会变成什么样呢 接下来掌声 看起来 大家好 我是爱名爱情跑的王彩霞 好 欢迎您您好 我的天好 真好 來來來 你這樣 站在這邊 這個找個去 對 我就一上來就要問這頭髮是真的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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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白頭髮的話 真奇怪 是這樣 是染了 不是 我自己的 就是自己現在白到這種樣子 一根黑的都沒有 我這是就是 我媽媽還得了一個那個新幹 那天就走了 我特別想了 好像回來應該陪陪她 沒想到她八天走了 然後我思念了 就是說 一夜白髮 突然一天長得洗頭 洗完頭一看頭髮照鏡一看全白了 一夜白了頭 就一宿 所以說一夜白頭 你受了多大的刺激的人才會 有可能這樣 對 有可能這樣子 她的眉毛是會的 所以說 真的是對親人的一種思念 那話說回來 這白的也忒時髦了 就是捲起來 你要是人家到一定年齡白頭髮 都比較蒼蒼鮮老 你就太摸燈了 她長得白頭 我發感 這頭變黑 這頭 那你長得白頭幹什麼 這頭就變啥才變 以為是橘的呢 是這樣 就是我們看到照片上 你年輕時候的樣子 反差太大 是嗎 是嗎 反而是在這樣的一個年紀 給我們一種雍容華貴的感覺 漂亮 你家編 女嘉賓 而且你吸引到我的 不只是你的頭髮 還有你的身材 為什麼呢 就因為你這個好身材 把你的旗袍襯托得非常的美 我是做時裝的三十多年了 然後我在那個就是發佛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千里馬藏友 胡樂男巡的 宋慶玲的演員扮演者 就是愛情麻煩處理會主席 何秀營 看到了以後吧 就給我推薦到了就是模特 那個團吧 整個就有兩個字 一個黑髮字 一個銀髮字 給我推薦 當時就是因為這頭銀髮 模特兒演出 我發了一個照片 因為孫慶玲正好演出嘛 要做孫慶玲的衣服 他給我發了一個孫慶玲的照片 就要做這樣的旗袍 我原先做時裝的 然後後來嘴巴 然後我現在做旗袍 我就給他做吧 我就給他開始做旗袍 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做旗袍 孫慶玲做衣服 慢慢聊著 他的年代能做 阿姨口中的貴人就是他 就是我們老年宋慶玲的扮演者 然後從此阿姨開啟了自己 私人定製旗袍的這個商業這個模式 是不是 木蘭多首位 你是哥達的 我做輪胎的木蘭多首位 他穿的旗袍就是我做的 他演出穿的旗袍就是我做的 發了孫慶玲的照片以後 我按照他那 跟他捲的布料 然後你跟他那個 捲的布料以後 他那個樣子給他做的 太好看了 也就是說你是 太美了 一下成名了 是不是啊 夜內也很有名 對 夜內就非常有名了 從那以後吧 就是他的衣裳 就是我做 從外到底都是我 好看 這個叫我上 那我特別感興趣的 想問一下 做一件衣服多少錢 你看啥時候呢 我們那八幾年 七幾年 那還了得 那些 我們那個旗袍 從200到600 不到 200到600就可以做一個旗袍了 那旗袍不到 不是很貴啊 以前那 200到600那還了得 手工費 200到600是手工費 你拿布料我加工 他說這是手工費 什麼意思 是 那 這說是不是 那不是 就是我做那個大椅 都是那個品牌 國際品牌 巴斯瑪瑞那個 那你要五千 那不為過呀 就你這雙手 我跟你說 有幾個手值得 怎樣有多少錢 你知道多少 最起碼十萬 其實我覺得好 阿姨真不缺錢 就她現在啊 收入萬八了 自己說一點問題沒有 但我覺得阿姨啊 她是追求那種精神層次的生活 她是把她作為自己的愛好和事業了 錢不錢的無所謂 只要是說不賠就行 我覺得真的是 她這個圈子還交了好多朋友 是是是 人呢都需要有一個社會的價值 我們為了生存 一方面是需要經濟來源 另外一方面需要社會的承認 其實你所做的這個作品呢 不僅僅體現在經濟價值上 更重要的是得到社會的認可 這是你自我價值 在社會的一種體現 感覺非常自豪是吧 是是是說得非常自豪 來吧 所以說落在這兒啊 就對她的生活非常感興趣 接下來咱看一個短片 二零四零一號女嘉賓 王彩霞 六十七歲 瀋陽人 喪偶 企業退休 有住房 兒子已獨立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棋袍 對對對 我的天啊 哪有多少件啊 我沒數 哇呀這太漂亮了 這一件一件 都是你們自己做的嗎 對啊 我喜歡棋袍 我喜歡棋袍 喜歡穿棋袍 更喜歡做棋袍 我做了時裝三十多年了 就是最近棋袍 然後一個攢那個就是孫子靈 眼睛 半眼睛 然後就是認它以後 然後開始去棋袍 我是一個很勤奮要強的人 年輕時候就很能幹 這個歲數了也不願意閒著 現在都是朋友來找您做是吧 對對 都非常熟的 這麼多年集於攢的這些 一個月大概得做多少件啊 哎呀沒計算了 那阿姨你這一個月這個 做棋袍這個收入可不少啊 還行嗎 上輪位置沒問題 工資沒動過 雖然每天很忙碌 還是覺得身邊有個人陪我那更好 以後想找一個什麼樣的老伴呢 自從道合唄 什麼叫自從道合呀 有就是能攤著牌的 把那個數字稍高一些 嗯嗯嗯嗯 支持要支持你這個愛美 還愛做衣服的事業的感覺 對對對 我跟妳說說 我最愛咱女的過分的打扮 對我過分的裝飾 打扮自己我最不 最我相信 最不歡迎 要說咱們女士是一個全才 為什麼呢 她不但會做 而且穿著還漂亮 更重要的是 她還能夠把這個旗袍 非常完美的展示出來 怎麼展示呢 就叫旗袍秀 接下來咱們就看看 咱們女嘉賓 為我們帶來的一段旗袍秀 好 感謝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稳重 不是说的赞扬那个阴 我就这样阴 如果真的是女士不太喜欢这种比较老实发较的人的话 您会有所改变吗 还是说你说我这老多年性格形成了 哪能改 改不了 我能改 但是我是怎么的呢 阴多来快多 我的话还挺多 只是陌生阴和不太熟的阴 我话就少 就这么阴 好的 谢谢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三号男嘉宾你好 这个女嘉宾挺优秀 挺有气质 还漂亮 我请问这位女嘉宾 你喜欢歌曲音乐或者什么乐器吗 我喜欢音乐 你在哪个区 住 你在铁西区 说好 男嘉宾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今天多爱喝啊 我今年六四七 你这个我 因为我也是守卫人 我也是这个 我是外向人 我在外边啦 就是跑东跑西的做买卖 我是加工轮胎的 我这就想着你了 你就 我上台就拿下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哈 如果我是这么评价你 因为您从年轻的时候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啊 都是一些力气上的活 是吧 对 或者说 咱们不是说那种坐在办公室的那种工作 不是 就是对于这种女嘉宾 她非常的温温尔雅 您觉得你能hold得住她吗 hold得住了 因为她是会手艺 我也会手艺 你也会手艺 她也是靠手 但是她是翻修轮胎的那一种 您也是靠手 您是这个缝纫的这个 都是为手艺 都是手艺 所以她很欣赏你 我想问一下您对对方有要求吗 就是对方必须也是一个温温尔雅的男士吗 说呗 不一定 不一定 五号男嘉宾 你好 这个你身材长得挺好 还会走秀 我挺欣赏你 你啥样啊 我是四十三代的人 谢谢我们的五号男嘉宾 所以她说女的她的布表是啥样的 其实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她身边朋友都知道她她现在眼光变得极其挑剔 不好找 这女的这样更不好找 对 高的不成地不尽 对 我说就这意思 从小隔一下走 是 嗯 因为给她介绍男朋友的 包括相亲对象 都是属于那种很优秀的 高不成地不尽 人家男士体温 人家奶咖都好 要有权 对对 人家找钱 人家找大股人都有 对对 但是好像阿姨说什么钱也好 还是说你是又身体怎么怎么样 好像已经不是达到她那种共鸣了 她现在要求更高了 精神层面的 对 精神层面的 所以可能这个人只有面对面见着了 她那种一见钟情也好 还是情窦初看那种感觉也好 对她来讲现在是非常关键的 对 你说的很对 所以这里面那个感觉 首先这个外观形象一定是能够入咱们姐姐的发眼 另外一个她内在的这种气质和修为 言谈举止和修养 一定是能够散发出一种 你所欣赏的那样的一种味道 对 她把这歌写得太高了 一般的看 看不上 人家在男女才干什么点 看不上她 这样一般了解之后 好像她俩表现出很了解你的样子 这样让她俩帮你推荐一下好不好 来吧 离婚的 离婚的 这样的人不都得离婚 是 大家这样的人都得离婚的 艺术人 如果从你喜欢走摩托步 或者是说从文艺细胞这些方面来讲 我觉得一号能够和你有交集的地方 但是恰恰你又说了 你不喜欢跳交际舞 在我们老百姓的话 场面人这个上面上 可能是能和你能够搭上一些 那刚才说那个一号 我补充一下 它是能文能武的 不光是国标舞 人家还有证书 学什么东西人家学的精 还是高级教师 我觉得从内秀来讲 他可能在这方面更有优势 二号男嘉宾我补充一点 他说自己是老实八交 但有一点跟你有共同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人家原来做服装生意 而且婚姻非常的美满和幸福 我觉得他从生活上跟你 是有一些班配和互补的地方 我觉得阿姨不要老在最高的境界去选人 落入凡间 其实回归到生活 其实我倒觉得二号还跟你 还更能适合一点 因为他懂你 懂一些服装的语言 文文来形容你走的标准 已经用这种境界来形容 给我们一种感觉 就你深深了 那都是仙气飘飘 这凡间的事跟你都不靠边 但不行啊 你来爱的选择了 是不是啊 咱先把嫦娥那身段先放下来 好不好 你嘉宾会选择几号男嘉宾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着证则 我在这里等你 男嘉宾欢快上台 对女士夸赞淋淋 我看夏天她露天就露 看了以后 我走我就不露了 在你心目当中 她算一个挺完美的女士吗 当然了 那见过的女伴 漂亮的女人多得去了 但是哪个都比不上她 我塞 爱好跳舞惹人嫌 这样男士苦不堪言 你啥也不会 我是反正 我不喜欢跳交易舞的 我总觉得就是 男女才一起跳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人到中年 尤其是到了45岁 大多数都会出现眼花的情况 看手机 看报纸等都会出现模糊 宠领的现象 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我叫刘爱国 现在是一名退休的职工 从小吧眼睛就不是太好 眼睛呢就有点近视 随着这个年龄的这个增长呢 在50多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我眼睛就是又有了老花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还在工作 需要经常的看手机 看电脑 看文件 之前就是有一副近视镜 然后的话呢我又配了一副老花镜 所以说我在行走 这个和看远的时候呢 我就要戴我以前的这个近视镜 换来换去的非常麻烦 有一次我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在介绍这个超视力的这个眼镜 我听了以后呢我感觉挺好 挺适合我 就来到了这个超视力眼睛店 来到超视力之后 超视力专业眼光师 就为他进行了全面的26项事工检查 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呢 我现在再也不用两副眼睛来回换了 我感觉非常的方便 解决了我生活当中的困惑 一副好眼镜彰显智者风范 更是生活和工作的好伴侣 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 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 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 赶紧换付超视力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眼花就戴超视力 我是蒋纳维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眼花就戴超视力 地址和平区南武马路 与中兴节交叉口 西行20米陆北 超视力市光中心 配进专线02481681988 阿里选择等你来选择 你嘉宾您会选择几号男嘉宾 1号男嘉宾 1号男嘉宾接下来咱先看一看他年轻式的照片 我发现这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他都不喜欢跳舞吗 他怎么想找个跳舞的 他早不跳舞 他早就找个跳舞 他不是说1号去的吗 1号不是去跳舞的吗 那问他咋的 来吧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1号男嘉宾 新年我想有一个宁静的感官 要选择我来了 你不不喜欢跳舞的吗 他下着他露一下就知道 你看到以后 我走我就不露了 这咋在 男嘉宾脱口而出 说他有气质了 在你心目当中 他算一个挺完美的女士吗 当然 你看中他 他没看中 有儿为他俩看着 那就完美 看不上就不完美 已经差不多了 说说不能够吧 你跳国标舞的 那见过的女伴 漂亮的女人多得去了 但是哪个都比不上他 所以说你介绍我很多是吗 是 但是刚才聊天的过程当中 人家说了 不喜欢对方跳交易舞 是不是那个时候 你得先咔嚓一下 没有 我尊重他的想法 人家各有志嘛 对不对 你酸甜苦辣 有的人喜欢这个也行 那这很正常 但是我跳舞 基本上已经 有十多年就不跳了 这个年龄就不跳了 我的精力都转移到 乒乓球和游泳 你看看他爱运动 几乎是 几乎是跟他跟那个舞 真的不贴边了 不贴边了 所以说已经离他的要求很近了 是吧 您建议过去跳过国标舞的吗 过去就是过去 对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以后不跳就可以了 我发现男嘉宾上来非常兴奋 这真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人了 这样哈 女嘉宾呢你看特别的稳重 他的眉宇之间 他一直在保持着一种神秘的微笑 然后呢 好与不好 好像他也没有明确的表达 虽然他是点头了 或者他总是这样的表达一下哈 所以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能是对你的不太了解 接下来咱也通过短片 吃生肉的了解一下男嘉宾 3452号男嘉宾刘庆元 76岁 沈阳人 李懿 孩子已独立 有住房 有双保 大家好 我是沈阳的刘庆元 我的一生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年轻时学是为了理想 为了安定 中年时学是为了补充空洞的心灵 老年时 学则是一种意境 漫漫品味 自恶其中 在能存是个知识青年 后来抽到师范 从师范毕业之后 就进到了教育的门槛 我可不是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生活中 我能闻能舞 特别擅长乒乓球游泳国标舞 国标舞 我学了能有二十多年 在学习班里的学习 然后参加过的大赛 我觉得跳舞是一项艺术 能够讨厌人的情仇 回归我的前半生 那时教师的社会地位 还没有现在这么高 可谓是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 现在的我仍是个乐观向上的人 注重养生运动 劳逸结合 闹中取静的生活 在沈阳这个大都市中 她就选择我来了 通过这个短片能看出来 男嘉宾确实有一种文艺的范儿 是吧 你看说的这些话呀 描述的这些词儿啊 都特别的浪漫 而且呢富有诗意 形容您 这样形容您对吗 四四个字 受丑恶情 来吧 班牧嫂这不是稳当起 对对对不稳当 不稳当 二位呢我给设计个小小的互动 你嘉宾不爱跳交易舞是吧 你俩跳段交易舞好吗 他俩秀一段 我总觉得就是男女在一起跳舞 你就觉得把手一搭上 不是 我是不是 我啥也不会我是反对 我不喜欢跳交易舞这个 跳舞我总觉得在一起跳舞 一个是夫妻 一个是恋人 如果不是这种关系 那是怎么 再有一个就是 那伙伴呗 长期的伙伴 对 那不是都三个关系都很正常啊 跳舞就都不正常 别能那么说 别能 你二人都心事不好 上上人 好好 我给你 你老是逗了是不是 我没那种 那你接受不了的原因是 社会语 哦 这就对了 你才有别的 社会语 对俩人的交易舞 有点不好的 国标舞是国际上有比赛的 有赛事的 是吧 它是被列入体育项目的一种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戴有色的眼镜 我们不要认为它不好 只能说你不接受而已 首先劳动务员 当然人家真是教育 老师老太太在这样 对不对 我们也只是把这个界线划分到这个程度 好不好 男嘉宾 什么心情都有反正 对 嗯 复杂 我发现今天叔叔特别愿意迎合这位女嘉宾 嗯 就比你之前来的时候更积极主动 嗯 像个小伙子似的 没有他太漂亮了 他两个都瘦了吧 这就行 男人家的能脸 首先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90分 90分 有些低 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一百分 好嘞 接下来有请二位咱们组织的聊 来有请 女嘉宾人长期顾不上家 男士是否能够接纳他 嗯 我每天都干了下半夜 别干了 那些都还干啥 真的 这个东西是多呀 我忙的时候有时候 别理解 什么离个人 男嘉宾心思你别猜 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那你有做法吗 你上台家住啊 你管他有没有办法 你自己有办法就得了 我就想找一个经历条件 比较好一点 还有他的想法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链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还有两个太阳花耳钉 足足八件套 按照目前价格 也得好几千元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次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照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 八件金手式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上面 有个超大超重的龙珠穿梭 真的是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为您解答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打广告的活动 不打电话 你是肯定买不到 这么便宜的金手式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带出去给我们做个宣传 现在就打电话吧 喂 你好 在吗 在 小姑娘 你们这金手式我看一定很重啊 才199元 这已经是蛮便宜的了 刚才说女项链和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又大又透又绿的宝石 这能是真的宝石吗 大姐 我们只有做这一次活动 本来呢就是亏本 让很多人购买打品牌的 好好好 反正才199 上哪个金链都买不到 那我现在就定一套 好的 好的 你好啊 你再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定告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第一个 注意 活动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节时间快快来电 接下来咱们也看一看 李嘉宾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有过一段很幸福的回音 我们夫妻恩爱三十多年 家里的一边三个 我都完全大的 我就是也 裁剪那天就很忙的 一直忙下半夜 我在外籍也是工作以后下半夜 就是这样的 我就像个男的身边 我就像个男的身边 所以说这很少料理家 我也很感谢他 家整个他都担心了 可惜他没有陪我走完一生 老伴走后 我又剪解了服装定制工作 于是来对抗寂寞 后来 这都我老伴走六年多了 你为什么走的呢 他是食道癌 食道癌 然后就是说走了以后 大陆劝我们就想 爱的选择他们估计上非常好 所以层次比较高 而且就是非常自明 我想 那不是这个 猜错了吧 猜错了 我想问一下 这位女嘉宾呢 原先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老公宠了她三十年 一直在外边都很风光 家里是由男人操持的 男嘉宾是否能够接受 家里边都有你 来持家 她在外边秀 她有她的事业也好 有她的这个工作也好 那我衣服用持了 因为我服装非常忙 我每天都都干了下等一 别干了 鞋子还干啥 这个东西是多 这本身家话还要打汽车 对不对 就挣得够用得了吧 要挣得钱干啥呀 人家有时候走秀上哪 还能处处爱那意思 处处 走秀上哪比较安静 走 拿走的 这个车没离开了 活忙的时候 有时候也一休 这不影响你身体健康吗 但是就是说 我这么多年 三十多年一直在习惯了 有时候吧 像白天的时候吧 有活哨的时候 我也可以就抢时间休息休息 我还是一事办啥的行 时间长了 谁找老伴 还是大个伴 你走那么那么的 谁能解释不行 那你能把多少时间 留给你的丈夫啊 我也做建立学检 或者是 我 退出 不是退出 因为我爱好这个 肯定不能退出 我不给外边做 我也得给朋友做 咱老伴儿的儿子 我用张张来家 对对对对 我就那家伙 你也别上哪子 走秀了 你也别干你活了 够不得了 我可以就是故人 或者是我可以少住 就把重心会转移一下 是吧 对 让自己减轻一些负担 对对对 我觉得在这个年龄 应该有一部分是享受生活的 当然事业很重要 但是事业和家庭 如果病重的话 是最好的哈 来吧 接下来咱们中文短片了解一下男嘉宾的感情经历 我是个要强的人 年轻时风风火火 工作也不输别人 可就在婚姻这件事上 别了跟头 第一任妻子疑心重 我们之间每次争吵 都怪聚在我头上 第一次婚姻四年 一对双毛胎女儿 离婚以后呢 我们各带一个 这次离婚 如果说让我的心受了伤 那第二次感情的投入 更是让我人才两私 她既不出钱也不出力 甚至她的衣服都对我给洗 饭呢 我每天我做 这次离婚后 我就没有遇到适合结婚的人 我一个人拉扯女儿长大 现在女儿有了自己的生活 我也需要一个老伴 需要一个温馨美满的家 我想找一个善良的 身体健康的 走过人生的最后的一段旅程 那你有做饭吗 两处 你上她家住啊 你管她有没有份啊 你自己有房子得的 每个月有多少收入啊 我收入不多 两千多吧 就是国家退休的 谈钱比较拥肅 不谈钱更拥肅 你能委屈 你现在每月的收入能有多少 我个人收入啊 不定数 不定数 还有她的想法 有没有一个平均值啊 比公勤这张钱 她收入不高 我都不得找 对 我收入高 其实刚才叔叔跟你讲啊 我刚才都已经在 你们连线的时候说过 我们阿姨退休金 虽然两千多块钱 但是她每个月自己啊 服装定制这一块 万八没有问题平均下来 所以她对这个钱 她是没有概念的 嗯 那太好了 不一样 提问的方法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我就想找一个经济条件 比较好一点 啊 条件好 她条件呢 这女士条件也 也不是特别好 你为什么要找个经济条件 好的一点呢 因为我经济条件 不是那么太好 我只能自己 维持自己的生活 那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呢 但是我现在的工资 被封解了 封解了 每个月只能给我 一千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 那不扯 就如果对方也是 开一千多块钱 能接受不 只要女方同意 那没问题 女的不够 一人吃都不够 女的不能按 比如说您的一千二百块钱 花完了 您会伸手跟对方要吗 不会 也就是对方 不用承担你的生活费 对 其实吧 我跟你说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阿姨 我们叔叔实际上 退休金有六千多 他因为可能自己家里 有点家事 有些问题 可能是有些钱 他取不出来 只能每个月一千二 但是他女儿的条件 特别好 就是女儿每个月 都会给他几千块钱 他这个没有奖 可能他是按照自己的标准 很坦诚地跟对方说 但是叔叔跟我们交代一句话 他说 无论我现在一千二 还是女儿给我什么 不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 你是这么的 你女儿给钱 你要找老伴呢 他就不一定给你了 对吧 我听女士的意见 你看能不能 可是他说的对吧 他说的对 非常对 嗯 他对我这个情况说的 非常客观 一千二是一年一次 给你一万四千多块钱 你不能是每月去 他有对你生活费 没影响吧 够得花了 所以女嘉宾现在她就是这种 环境 啊 能接受吗 肯定不能接受 肯定不能接受 先料一料她的手 女嘉宾似乎不在意她的手 啊 就是这个还没有变成 你拒绝她的一个理由 是不是啊 她现在还没有定数是吧 那可不咋的 听着多闹心 就是这个扣掉的四千多块钱 一定会执行到您到老去 是不是啊 扣完六十万 结束 所以我这个先不说了 我想问您 你女儿给你每个月补贴 这种生活费能补到您老吗 就是说您再婚之后 也会给补给 补给您呢 这个钱 这况你早说 就一直到您老去 但我倒觉得 要这样的算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叔叔 还算是挺有富裕的 我觉得阿姨 每个月 每个月就是三千 三千二 但你搞了老半 还给我补给你 这时候搞老半 也能给 人养着八千 他能养着 我现在的工资 就是老年卡 老年养老金 每个月 从我养老金里边 扣五千块钱 剩一万 那么十二个月就是六五万 对不对 十年乘十 不就是六十万 那么大时候 还等十年 我能不能活死 哎呦 今天是二十二 从现在才开始 二二到三二年了 从现在才开始 才刚开始执行 十年以后不就三二年了 女嘉宾 现在就是思考问题呢 好了 就是女嘉宾 您在想啥呢 想她的事儿太乱了 太烂套了 是吧 因为男人 自说一 所以不说二 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 在这个场合 你把西亚再谈吧 头部两三的 是这样 可能人生当中 都要起起伏伏 遇到一些坎坷 可能对于男嘉宾来说 这段时间是她人生的低谷阶段 对 我相信 每个坎儿 谁都能跨过去 对吧 所以男嘉宾 我给你的建议是 追求幸福的脚步不要停 你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 还有一点说的 如果女士真的介意的话 也不要有所谓 好不好 好 来吧 接着请二位来到我身边来 有请 我没有想到男嘉宾会有这么多的 像咱们姐姐说 事比较多 比较乱的情况 其实往往人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会从他的外观形象 能够看得出来 这个人比较萎 或者是比较游离 这是他内心承受能力的问题 但是在咱们一号男嘉宾的身上 没有看到这一点 他一直是这样的朝气蓬勃 甚至往往有一些举动给人的感觉 也是富有青春的一种活力 其实人抗压能力怎么样 往往是在勾勾坎坎上 能够体现出来 所以这一点特别赞成你 接下来要请我们男嘉宾 先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 来吧 接下来女嘉宾 你还有一次就会选择一位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男嘉宾 男嘉宾给女士打低分 台上台下惊讶不已 没想到 就是我给他一百个 没人不牵着 还能够似的 男嘉宾前后反差大 密室男嘉宾说他说大话 拿三千多 三千五千多 三千五千多 那个你拿个 不可能是 他没拿老的 他说拿三万两万他都不拿 爱的选择 稍后我们接着看 好消息好消息 观众珠宝特别举行一次 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关键是这活动 每次都破例给出 超低价格 这次我们拿出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一款 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双龙系珠金手链 两款男女金项链 还有两款男女金戒指 足足六大件 提供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打进电话订购 凡是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 一百九十九元 就能买到六大件金手式 而且两款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超大的宝石 超大 超闪 超绿 男项链上面还有一个超大 超重 超圆的龙珠穿梭 戴上去气度非凡 霸气十足 很明显这个价格 没有按照国际统计价格来定价 关键是 您去全国所有的金店 都是按照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的 咱们这次大型推广活动 就做这一次广告 就为了让你带得好 帮我们做个品牌宣传 你看到的话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 你听到了吗 喂 你既然打进电话 就请你大胆说话好吗 嗯 那个 请你放心 我们的金手式啊 都是经过权威机构鉴定过的 颁发过鉴定证书的 而且都是通过正规快递 给你送货上门的 这关键是你不用先给钱的 你就大胆问你想要问的问题吧 什么 不用先给钱是吧 是的 大哥 你不用顾虑那么多 我们是不会欺骗消费者的 钱我们是等你确定要了 我们送到你家的时候 你再给钱就行了 你现在大胆的打进电话 是没有什么损失的 你这个太便宜了 我有点担心 你这是不是真的金手式啊 大哥 你都不用先掏钱 这怕什么呀 这是真的六件金手式 有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镯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还有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足足六大件 你和你的爱人 一人一套 戴在身上很富贵的 你好啊 我们能让你们精力出来 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每对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公益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公益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景时间快快来电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景时间快快来电 只有大胆主动打进电话的 才199元 不管怎么样 打进电话 万万都是对你没有损失的 现在就打进电话吧 接下来女嘉宾 你还有一次就会选择一位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男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男嘉宾 二号 二号男嘉宾 好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沈阳的总之好 我是老老是本分 好欢迎您您好 掌的五官 好 天庭往晚最难的 第一个方言 好欢迎 叔叔没上场之前 我一直觉得老是到啥程度 一上场之后 我感觉就是老板范 挺棒的 挺富裁的 长得也不错 你不是做服装生意的吗 原来 做服装做五年没警惕 赔钱了吗 赔的没赔的 不挣钱就算赔钱 答应就是五年的时间 叔叔我应该准确来讲 你是没赚到大钱而已 你还要做服装生意的 维持生活 各方面做得还是不错的 是 生活也行 你说你这说话说的 让我们一下觉得这是失败 那不可能是失败的 不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及时止损 这也是作为一个生意人 特别明智的一点 不能够眼看的 那是个坑 就一直往里填 往里跳 对对对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那时候能再两天 男嘉宾 你觉得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咱卖东西 你卖过出去不就完了 是因为你太老实了吗 就不会偷奸耍滑之类的 你咱们看出来是老实 卖吗 这就是柴面 人家一样东西 人家就卖你卖我都 那还是你这个 命我 还是不经 人家和你商品有关 你还有那个地点 对不对 你在那人都经过那个地方 你和那鸡脚干啥 那那不一样吗 女嘉宾 对生意人 有什么特殊的看法吗 因为刚上来是个跳舞的 可能你有一些看法 对于生意人呢 生意人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有的人说无坚不伤 所以有的时候 怕生意人伤害到咱 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你说话生意太温柔了 没有 我跟你讲 我曾经碰到一个 这个人特别的滑 他做生意做得也非常好 也曾经追求过我 我对他的评价是 他如果把我卖了 我还要帮他数钱 我还说这张是假币 就是有的时候 他太滑了 对 那他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过得很幸福啊 没有卖媳妇啊 春夏的幸福我特别喜欢 爽朗 所以说男嘉宾 您不算是那种特别滑的那种商人 是吧 我不活 那接下来咱们为了促进二位的 互相了解的这个速度 咱们马上看一下 男嘉宾的生活中的感情 19141号男嘉宾 董先生 72岁 沈阳人 丧偶 社保退休 有住房 子女已婚独立 我是农村找出来的 这位爹妈没教过别的 就教会我勤劳普通做饮 以前做个来无碍姐做个 服装生意不警惕 后来回家种地 服装生意做得不太成功 没这么大天 我和妻子两个人 在城里扎完脚跟 把孩子拉着成人 我俩孩子抖那什么自己成家 都听了什么 我俩孩子都上班了 现在生活得很好是不是 是 现在我在沈阳买了房子 我给自己买了社保 虽然推油进步多 有之前的积累 我的生活不成问题 就是身边缺少一个陪伴的人 爱的选择我来了 我就问两句啊 男嘉宾有品质的生活是啥样 你别人到哪儿 不能低在下 别叫别人瞧不起 我是这个人 品格上是有品质的 是不是啊 品质比较高 比较高傲的那种 女嘉宾也算是比较高傲的 你是吧 把两个高傲的人互相打分数吧 来 女嘉宾首先给男嘉宾打分数 91分 90 哎呀 这女嘉宾能有点硕着呢 刚才男士打了90 给您95分 现在您给女士打分数 打80 这男的给女的打80分 没想到 这真是演员是怪异的 是各的性格各有看法 那你觉得他美不美啊 美 卖得太低了对不 就是我给他100分 那人不牵手不还那么回事吗 啊 有面 来吧 接聊请二位 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来 邀请二位 女的心情肯定高 心情高 人家会做棋盘 人家都喜欢他那个 你自己的啥也不行 除了会做棋盘 三四三 我看这一般男人他看不上 看不上 所以男嘉宾你不会讨女士的婚心是吗 你觉得所有的女人 没成为媳妇之前 所有的付出都是白打的 行 我没什么 我这个实在 我办什么事吧 实在活活的也不 来看看密室男嘉宾有什么话要说 来 我这分打得太少了 这不是太有点 我承打打100分 行吗 上回我那什么了 有点 是不是打太少 承打100分 您觉得 我觉得分打少了 来气了 是不是 我想说那女人来 就是 所以四号认为 女嘉宾就是她心中的女神 你给我女神打这样的分 我来气了 告诉你 为什么叫直男呢 其实往往这里包含着很多生活的交往 情感的情商的一种表达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虚伪 也不是说怎么过度的去赞美谁 但是你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 你的这种表达会让对方感觉到舒服 这种舒服很重要 就是这种不善言辞的男人 他的地段感情是啥样的呢 咱看看 我有一段挺幸福的婚姻 说老伴过了三十多年 男儿没红过脸 可惜是我老伴2014年 离开了我 他尿病了 他尿病躲了尿毒症了 到医院看医院到 他尿病都说 看你这不行了 就回家还能吃点 还是吃点啥 带我都这么高 一直在给他治疗 对 老伴走了以后 一直待在一个人 直到现在发现爱的选择 他一直让我动心 脾气吧 一般都差不多随着来 是过一看 我这幸福就是整理 对我好 对你也好 我就这么幸福 你家里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儿子 您介意吗 不介意 嗯 那你能接中吗 那 接中 那你还爆灯吗 那不爆 那不爆了 那不爆了 就没什么太大影响 这是俩人要愿意的话 你看一般的事也能承担 你了 就不上了 不爆了 那儿没结婚那不是十万八万去的 结婚呢 大差一不二的什么事 你们都得淡淡点 嗯 结婚你的意见是 你们俩合伙给孩子拿钱 是吧 他拿多少钱 那不 那不 就这个是难 难说的事 那怎么难说 拿三千得 三千 写礼账 三千五千得 你拿个十万八万的 啊 这么多 十万八万 他拿十万八万去拿 不是小数目了 咱俩要倒计一起了 他儿结婚 给拿了十万八万的 这么一万 不可能是 他没俩老的 他说拿三万两万他都不拿 三万两万五万 我想问一下在你 之前跟男士接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建议你 儿子没有结婚这事 没有 没有 没有任何人建议 因为他自己能赌地 我也这么能赌地 不用任何人操心 也就是说 他不管买房子也好 结婚费用好 我们有现场的房子 已经有房子了 任何费用都不用你再出了 是吧 嗯 自己都够 认为你报够的呢 这个行 那家饭是为姐婚蛋娘子 你儿子也得有四十多了吧 其实他儿子有一个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现在单身挺好 他是没想去找 对吧阿姨 所以说他是 现在年龄大才没有结婚 不是代表说 条件没够 没结婚 而是他儿子自己的思想 现在就是年轻人结婚都晚现在 对 他这家人都这样 不要累得淘点 都不能睡点 意思是肯定 意思是肯定 那能意思多少 那最少是三万两万 三万两万 那行 那我两妹妹家 那哑得到四十亿了 还没找对象呢 那你俩介绍一下呗 给他儿子 真是 心太高了 当然了 这个过日子肯定不能风平浪静 我们在中间呢 给你们设点卡 看二位如何解决 大姨呀 你好 哎呀 说好啊 好 你好 叫姨父呢现在 嗯 当回到内部呢 姐妹结婚呢 想没想登记呀 没结婚 那得登记 不登记那不 那天结婚 应该的 那不登记都不是 打火都不行 应该的 啊 这未来姨父 嗯 有啥打算呢 将来呀 跟我姨在一起啊 好好过一日 过好后半生 我姨消费水平挺高呢 挺高 那未来姨父 你这一个月 挣多少钱呢 我去 我工资 那个老宝都不多 这还起 老百七十二的 一千三百多少钱 匹头现在也高一百 高一百 比你高一百 你劝我的高一百 对 不说你家打工啥的 打工件不打的 有点急需 就这个钱 我跟你说 大姨哈 这找老伴啊 二婚呢 我总觉得 要不然我未来姨父 就把原来那个钱 给你个底儿 对不 咱也像那个前段时间 那个 柳哥大姨哈 网上段子说 要个生活保障 是不是 人家叫二十万 咱可以要十九万吗 那太 什么男人能嫁住了 要不然你说实话 你一千多块钱 养你自己都费尽你 你有积蓄你点 放我大姨这会儿 是不是 就是要不然这跟你说的 婚前财产 那姚拉可没法说 话上你说话 是不是 给你把把关 我说你是想得挺周全 那生活保障给不给呀 给 十分 没成语 说话慢悠悠的 肯定是心里有啥想法 挑我理了 我走之后 能不能跟你提分手啊 不能不能 要他 其实 俩过意子 就花我钱 就不花他钱 就完了 就光跟你过日子 花你钱 不花他钱嘛 那你 我大姨手上 得赚点你的钱呢 我要生活保障 我要错没呀 替你呀 你咋 你咋的呢 那不吱声呢 要还是不要 给个痛快话 我就跟你俩 我真是 你俩能过到一起去 我真是 我觉得太惊奇了 大姨我跟你说 长点心眼啊 别到时候让人把钱骗走了 行 长心眼 好了 累吗 很累了 我都想哭了 旺旺旺女嘉宾嘛 欣赏男嘉宾这种做事风格 就聊天说话什么的 这可是真实的他了 不可以 是这个女的吧 一般男的 对 他还看不亮呢 看不亮 对 是那意思 那眼睛快老高了 你朝他那个穿着打腕就不一样 你工资要是高工资 你能行 高工资也不行 高工资太低了 你得有气质 就是你们两个人话全都不多 但是你给我们的感觉不多 好像是你是因为你的高度 似乎是站得比较高 因为我们的心理是这样的 我相信男嘉宾也是这样 就是你的是太解风情了 太了解对方了 所以你可能说 怕说出话来伤到对方 还是站前顾后 这个可能不能过多的去揣测 你屠楼挖极的看不上 但是我发现男嘉宾呢 你的这个话不多 你真是有点太让人着急了 因为你的这个直男 你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是让我们瞠目皆舍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让人家表达你自己观点的时候 你又不那么的 特别明了的让我们知道 我觉得两位如果在一块过日子的话 首先我先不评论谁的性格好与坏 我觉得二位反正是如果我在你家的孩子 我挺着急 那我跟你说全天话都得让我自己想了 女嘉宾我认为就是站前顾后 叫什么说话得三思而后行 怕伤到对方 你都要 男嘉宾呢是属于我求这些话 不是我不想说 有点着急啊 不知道二位如何评价彼此的性格 但是这个需要二位自己考虑的 接六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到请 来吧接六请男嘉宾 先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见好吗 好 哎好嘞 女嘉宾呢 我就觉得你好像是 真的是像某位舞蹈家一样 就是周围先气 我是天然气 咱俩可能这个不一样气 你一定要永远 稳住这个气 摆住这个姿 把别人全当空气 你这个天然气 有点容易抱 老容易抱了 是不是啊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有请 男嘉宾再次登上 这俩抱当去了 能看人啊 天啊 好了 应该是两位上场 但是实际上上场的是三位 也就是说在我旁边的这一位 四号男嘉宾 是选择要上台和女嘉宾 来见上一面啊 我想问一下 他身上哪一个特质信到底啊 到底想为他走上舞台 收拾的体质都挺好 长得还挺漂亮 你长得好看 我看见了 好 原浅又一会爱你 你也算太爱了 我今天七日 公职两千七亿 我现在是开工厂的 还都在没带我跟家 就我一直来这个 我学会十三年了 现在给你一句话 来表达你的诚意 我挺爱的 您清楚地分辨出这是爱啊 这就是爱 确定了 爱就是爱 喜欢跟爱是两码事 男嘉宾对你一下就升级了 从喜欢直接越到爱了 您相信这种瞬间的爱吗 在你考虑范围之内吗 你就看那个看见女士 她能看中谁 我看看谁看不上 看吧 姐姐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感觉那是你的感觉 对方对你的感觉那是对方的感觉 就是你接不接受 那是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愿 其实刚才孙起来多次问你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比较可以明了的表达的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和想法 省得要不得琢磨猜 我跟你讲 这是她欲情故纵的一种方法 你知道吗 要不要有句话 女人的心思你别猜 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 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猜的过程也非常的幸福 你现在觉得她看上你没 你猜 没看上 所以说你看 如果她直接说的话 那就没意思了 我怎么猜 接下来呢 有请三位在大屏幕前站好 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来 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有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能在哪儿买房 二 需要补贴儿女多少钱 三 能借言借酒吗 四 要彩礼吗 五 建议我挣得比你少吗 六 想去哪儿旅游 有请我们的四号男嘉宾先提问 耍不耍钱 就是打不打麻将 根本没有时间 好 一号男嘉宾 选择一道题 建议我挣得比你少吗 不建议 二号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我选择五 建议我挣得比你少吗 不建议 好 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面三位男士 玩玩麻将 什么的 那个 玩麻将 有不良嗜好吗 不玩我什么 我是不艳不酒 不打麻将 我现在 跟笑儿 一遍酒 麻将和眼狗 习惯年车在那儿 习惯不好玩了 来 天流请四位 背对背正好 来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请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你跳国表舞的 那见过的女伴漂亮的女人 多得去了 但是哪个都比不上她 哇塞 二 你嘉宾首先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九十五 九十 哎呀 这蔚来姨父 有啥打算呢 将来呀 跟我姨在一起啊 好好过一 过好后半生 一 请选择 一位是为爱勇敢上台的四号男嘉宾 一位是多才多艺的一号男嘉宾 还有一位稳重大气的二号男嘉宾 女士恼否勇敢告白 为爱转身 爱着选择 答案马上揭晓 现在199元 买到的是女士龙凤金手镯 男士金手链 女士金花项链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 女士猫眼金戒指 男士霸王碧玺金戒指 还有两个太阳花耳钉 足足八件套 按照目前价格也得好几千元 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次全国大型推广活动 我们是破例 破例不按照国际统一价格来定价 八件金手市 男士霸王龙珠金项链上面 有个超大超重的龙珠穿梭 真的是要199元 请大家大胆地打进电话 有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为你解答 我们只有这一次的打广告的活动 不打电话 你是肯定买不到这么便宜的金手市的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打进电话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 带出去给我们做个宣传 现在就打电话吧 喂 你好 在吗 在 小姑娘 你们这金手市我看一定很重啊 才199元 这已经是蛮便宜的了 刚才说女项链和男女金戒指上面 还相有又大又透又绿的宝石 这能是真的宝石吗 大姐 我们就做这一次活动 本来呢 就是亏本 让很多人购买打品牌的 好好好 反正才199 上哪个金店都买不到 那我现在就定一套 好的好的 你好啊 你再让你们精力出来给我保证一下吧 好的 请您稍等 这位观众 我向你和全国电视观众保证 第一 我们的美醉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都有国家权威检测证书 百分百真金工艺 如果不是百分百真金工艺 你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 都可以退货退款 请放心订购 那我就放心了 快给我订购 注意活动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广告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立刻来电 全部带回家 全部带回家 春景时间 快快来电 力量迸发 再次突破极限 事发 你可以更强 双汇王中芒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汇 一请选择 你还想撞回去 别回来 非常遗憾 有请四位站到我身边来 来吧 这个结果就在我的意料之中 这三个男士不符合女人的要求 或者是不符合女人的眼光 节目马上都要结束了 三位男士的性格我都非常的喜欢 其实好像感觉二号男嘉宾呆萌萌萌 可爱 有点冰噔噔的感觉 四号心非常的大 女士没有为你转身 你暴动上来的 结果你乐得是最灿烂的那个 我问一下 没有为你转身遗憾吗 遗憾 不遗憾 你乐得这么灿烂是啥意思 不是我来的就是不遗憾 就是高兴对不对 认认认认相亲 但是心态又乐观 对不对 这心态好 一号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我尊重女士的感觉 她对我没有意义 我对她也没有情 二号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雅圆吧 需要尾胖一点的 对谁有肉的 那你那不能那么说话 哪个人身上没有 就是说要胖一点 其实胃胖一点的 其实铁哥得稍微壮一点的 好了 女嘉宾 男士都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 您没有转身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跟他们都不太了解 这是一个 另外他们说的 把它说一期 因为说现在不完整 我想找一个 就是说 有一种感觉 就是因为可能时间太短 初次见面没有找到 好 来吧 其实非常感谢 我们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带着一个真诚的心 都是带着对自己 未来幸福的一种期许 才来到这个舞台上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有一句话叫 原妙不可言 还有什么 叫爱 糊涂的爱 是啥意思呢 有时候你不知道 为什么爱上这个人 可能他跟你的 择偶标准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你就找到那种感觉了 很难找 但是未必没有 我们只是为啥正着急呢 因为这个年龄了 珍惜时间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当有到感觉的时候 或者是你先把自己捋明白了 你再找起来 可能就时间会做到很多 好不好 找感觉一定要找 不可能跟没有感觉的人 去谈爱情 是不是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拒强化 真正的让自己知道 我要的是什么 好不好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好的 谢谢 再见 非常感谢参与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我想找一个跟我自从道合的 有品味的 跟我过好下半生一生 过一个幸福美满的这样一个家庭 我想找一位心地善良 身体健康 家庭调价好的女士为伴 我想找先去连母亲的 我有点过意子的 我想找一位65岁左右的女士 身体健康 性格好 有演员的 陪伴我的下半生 我想找一个不会耍钱的 因为我前妻耍钱 就是不会打花枪的 就是能过日的就行 我想找一个 要刷毛的 身体好的 才行才行会议的 其实每一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 非常优雅的 或者是非常优质的一些男女嘉宾 我们都非常的真爱 因为我们觉得 你看他们这么优秀 为什么不能够找到一份让自己快乐 让自己幸福的感情呢 所以就很着急 有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找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希望 他能够把所有标准迹象 把所有标准迹象化 还是那样 只有你心中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人 你才不会走错方向 好的 在这里非常感谢电视期间所有观众朋友的